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味清新多样 制作精细 咸甜兼备 经营剔透的虾饺 质地爽润的干蒸烧卖 白吃不厌的叉烧包 精致的广式早点如今已成为粤菜的一大标志 而粤菜显然不仅仅擅长点心 对于正餐更是讲究 粤菜用料丰富 选料精细 清而不淡 鲜而不俗 嫩而不生 油而不腻 而对食材的尊重是粤菜最重要的精髓 不仅仅体现在对食材品质本身的讲究 更看重在烹饪上如何突出食材本身的特质 蒸 煮 炭 炒 弄 粤菜中各式的烹饪技巧 无疑不是为了挖掘食材之原味所服务 不同的食材在粤菜中都有其独到的处理方式 这就是广东菜讲究的所谓 鸡有鸡味 鱼有鱼味 好吗?老板 等等 喂? 是, 我是 好, 知道 行, 我会准时到的了 就是这样, 再见 老板, 快点 怎么样, 我跟你说这家店特神秘 每隔两三个月就得放一个地方 但是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是会得放 快点啊 两三个月就快点放了 老板怎么这样吃 快点啊 不知道 我已经刚来广州的时候我就带你过来了 而且我跟你说 今天晚上可能还有大事发现了 你搞那么神秘 炒饭 这道菜 让我有一种神车的感觉 来, 来 然后 明明是简单的一道炒粉 却有一种精神控制的魔力 嗯 你好 我是卢氏周刊的记者娇娇 我想采访一下你们的老板可以吗 老板 老板接受个电话 他做完你们这桌菜 他就冲冲忙忙地出去了 好 哎呀 什么事啊 可能是你这样大事发生了 来 来 等一等, 回来啊 在那边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好, 谢谢 谢谢 第二菜 东北亚雷从河北一路跟着我 重庆 贵 现在要跟着广州 你大家做什么 我只想跟你公平地再比一次 第一菜的头衔你霸占了这么久 今天也该换换人了 哼, 就凭你 我觉得不行 赖皮狗 你之前哪次赢我不是靠耍赖 单身狗长得丑 没拥有女朋友 一直靠右手 我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 经过两个月的卧薪长胆 我的厨艺已经突飞猛进 这次赢的人必然是我 我看你 冠我场面是不行的 尝尝我的 你那个垃圾就不用做了 谁抢谁弱心里还没点名字吗 看来这第一菜的名号 终究还是你的 不是吧 你的意思是都一个礼拜了 你们老板还是没有下过厨 是啊 我们都没办法了 老板自从上次报名参加那个比赛以后 就天天在练 可是他都玩了一个多小时了 根本没赢过嘛 闭嘴 牧师 盛光将对你求饶的苦涵 老板 你教我做菜 打赢飞狐 我教你玩鹿食 好 好 我说要去看 你东方要吃 如果要把学买搞得太爱 你帮我去看 你快点 我老板 对他是说 她没有 对 他也没有 我想 这 吃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